113年新北好茶十定冬季文三包种茶比赛颁奖典礼 在十定农会的三楼礼堂举行 今年同样经过了严谨评选 选出了优质好茶 评审就表示 近年来获奖的关键是在于茶园管理 提升茶叶的健康度 对此这次获得特等奖的深坑区农会总干事 黄土水也很有感 并且分享了1792友善茶园的故事 十定区农会举办113年新北好茶十定冬季文三包种茶比赛颁奖典礼 新北市农业局新北市农会等多位来宾都纷纷出席 今年同样经过严谨评选 在473点参赛茶中选出优质好茶 评审表示获奖的参赛茶在茶叶管理 调之更新以及是做上更下功夫 使得茶叶的健康度提升 能够抵御气候异常的冲击 让茶汤滋味可以保持浓厚 这几年比较容易得奖的 在茶叶管理上面都会做得比较OK一点 比如说我在修剪部分 撕肥部分 那茶树部的可能比较高一点 它这个叶子比较厚一点 这个部分的话在抵抗最近常常会发生的这种气候异常 还有在这个茶叶整体品质上面都会比较好一点 这次获得特等奖的是1792茶园的黄土水 而他同时也是深坑区农会总干事 他特别分享了1792友善茶园的命名 是来自于深坑开始种茶的年份 希望以此传承文化振兴深坑茶产业 黄土水表示因为平时要处理农会的会晤 在茶园管理上必须利用闲暇的时间 经常要早早出门晚晚回家 一开始对于茶树种植也是不太熟悉 所以这三四年来要感谢黄金城老师 以及多位农会干部和在地茶农的协助与支持 才能够有现在的成绩 甚至现在每到了采茶期间 大家都会到1792茶园来帮忙 每次采茶的期间 其实也要感谢很多闲人干部 包括我们女市长常务监事 我们过去的一些旅监事代表都会来协助 等于是说我1792茶园的采收的时候 其实是等于是深坑的一件盛事 大家都会来参与 石定区农会总干事许淑慧指出 今年的冬茶因为气候关系格外辛苦 但茶农依旧秉持职人精神 以纯熟的技术做出最好的茶 感谢大家长期来对农会的支持 确实整个在风灾跟水的方面 对茶农的影响都很大 那也很感谢茶农都能够在这么困苦的环境中 还能够把茶叶制作出来 然后也把我们的品质都很顾好 那我们有一点好的是说 刚好我们这次在台风前 很多茶农都已经采收 所以它在整个品质上的影响是比较没那么剧烈 但是评程师也是严格把关 对于品质不好的我们都还是有筛选掉 石定农会表示比赛的举办 不仅是为了鼓励茶农精益求精 也希望借此提升文山包总茶的品牌价值 让更多人感受到石定冬茶的迷人风采 现在正是喝冬茶的好时机 也是年节送礼的最佳选择 想要订购的民众可以拨打石定农会的电话 2663-1214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石定采访报道